行了,什么都不要再说了,拆迁款啊,你们两个,一分就被人家打,妈,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拆迁款啊,是按户口分的,这我们的户口还在这呢,凭什么没我们的呀,是啊妈,你今天把我问两个叫来,不是商量着怎么分钱的吗,这怎么一分钱也不给我们呀,妈,你可别忘了,这我们俩也是你的亲闺女啊,亲闺女,亲闺女怎么了,这嫁出去的闺女,婆出去的尾, 你们两个已经嫁出去的,现在,已经是外人了,想要家里的钱,不可能,这钱呀,我留给我儿子和儿子结婚的,以后我老了,他们两个还在给我养老呢,妈,你说什么,你说我们是外人,这每年,风天过节的时候,我们给你拿东西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们是外人呀,我说闪闪,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我生你了,我养你了,你给我拿点东西不应该吗,姐, 姐,这咱妈说的对,你们别忘了,咱妈现在可是一家之主,家里什么事都得听她的,就是,怎么,你们现在敢不听妈的话了,小梅,这有你什么事啊,这我们一家人在这商量事呢, 哎,姐,你说这话就不对了,你别忘了,这小梅现在呀,嫁到这个家了,这我们呀,才是一家人,你们现在嫁出去了,在这个家,你们才是外人 哦,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这一次让我们过来,就是想通知我们两个,你这个拆迁款不分给我们是吧,对,今天啊,我让你们两个来,就是告诉你们一声,这个拆迁款啊,给你们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妈,这拆迁款可是有三百万呀,你真的不打算,给我没一分呀,三百万,三百万多吗,我准备给你弟弟买到别墅呢, 再买点好车呢,这钱啊,还不一定够呢,我也想着,再给你们两个借贴呢 是啊,姐,这你们家又不缺钱,这姐夫啊,还当着经理,这一年,也能挣个几十万吧 对呀,你们条件那么好,还想着要妈的钱,想要钱,让我姐夫多挣一些不就行了吗 我告诉你们,我们要的不是钱,我们要的是太多 是啊,这我们的户口还在这呢,这拆迁款啊 理应有我们的一份 没有,我说没有就没有 妈,我再问你一句,你真的不打算,给我没一分钱吗 再问十句,也是不给 行妈,那你以后啊,就别再指望我来看你 咱们啊,没有任何关系 妈,你看,这我大姐,说的什么话 你这个闺女啊,真是白养了 这二十多年,你就养了这一个白眼狼呀 是啊妈,这一说,不给她钱啊,连亲妈都不认了 妈,你还想着让我们伺候你,你还把我们当外人,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吗 是啊妈,你这也太偏心了吧,你心里只有你儿子 那当然了,我儿子,能跟我们家传统线带,我不骗她,我骗她谁呀 行了,彩婷,别说了 妈,既然啊,你都这样决定了 以后啊,我们不会再来了 你啊,别后悔 后悔?不再后悔后悔呢 儿子,以后妈就靠着你们两个了 妈,你就放心吧 以后我和小梅我们两个呀,肯定会好好孝顺你的 好 儿子,现在咱们有钱了 明天妈带你,咱们就去看别墅,看好吃 行妈 妈,你跟石头你们两个在这儿聊天 我去给你们做饭 行行行,你去吧 妈,你看,这小梅多懂事呀 就是,对我还好 儿子,你还是想想办法,赶快给我做手术吧 妈,你说得到轻巧,做手术 你知道这手术费要多少钱吗 三十万呀,这我们上哪弄去啊 真不知道,你好好的,得什么病呀 这才刚过几天好日子呀 我这也不想得病呀 我不是岁数大了吗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反正呀,我们是没钱 你们怎么这样说呢 这两年前我们家拆钱 赔的三百万拆钱块 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现在妈老了 我有病了,需要懂叔叔 你们两个怎么说没钱呢 妈,你呀,真是年纪大,老糊涂了 那钱不都花了吗 你忘了,这钱呀,用来买别墅 买豪车了,现在我和小白 我们两个手里呀,一分钱都没有 儿子,这买别墅,买这儿有钱 给妈看病都没有钱了 要不,你们爸这儿买了吧 买了给妈看病 妈,你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 这车买的时候五十万,要是现在卖啊 二十万都不值 是啊妈,这车呀,我们刚买的保险 最近呀,又刚做到保养 这前年后花了十几万呢 现在卖,真是太亏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说呢 这给车做保养都有钱 给妈看病,难道就没钱吗 你们不能眼睁睁都看着妈躺在病床上 不管不会,让我受罪吧 行啊,无论怎么说,这车呀,是不会卖的 这车卖了,我和小白,我和两个以后 怎么上下班呀 就是,那既然你们不给卖这儿 那把房子卖了吧 什么,卖房子,亏你个老太婆还能想得出来 这别墅买的时候二百多万呢 这现在卖了,这我们一家人住哪去啊 妈,你也不止只有石头这一个孩子 你还有两个女儿呢 是啊妈,这我那两个姐啊,手里肯定有钱 你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来呗 你们,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当中分担监管的时候,我一本都没有给他们 他们生我的鸡,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来看过我 现在你们小你大了 他会来吗 这不试一下,怎么会知道呢 你不给他们打电话呀 那行,我来打 行,赶紧打 喂,姐 喂,姐 妈生病住院了 对,在人民医院呢 七楼,十四号床 妈,你们啊,赶紧来吧 给他们废那么多话干嘛呀,让他们直接过来 行了,躺在这儿等着吧 你那两个闺女啊,一会儿就来 妈,你现在怎么样了 闺女你们来了,妈生病了 这医生说了 妈的病挺严重的 得做手术,这手术费得三十万的 三十万,那就做呀 你们手里不是有钱吗 闺女 那钱都让他们买这儿买房了 现在他们没钱给我看病了 妈,我算听明白了 你把我们叫过来 是想让我们给你拿钱呀 是啊,闺女 你不能严正正的看着妈躺在这儿受罪吧 哎呀,行了妈 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呀 我来说 姐,是这样的 妈的拆迁款呀 我们两个给花完了 现在手里啊,是一分钱都没有 现在妈生病了 急急用钱做手术 你们两个做闺女的 也不能只看着一分钱都不出吧 师父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当初分千千款的时候 我们两个可是一分都没拿 现在倒好 妈生病了 你想让我们出钱给妈看病 你想得倒好 是啊 你现在想起来 我们是妈的闺女了 那当初分千千款的时候 怎么没想起来呀 你们没钱 你们没钱可以卖房卖车呀 你说的老青桥 让我们卖车卖房 这房子卖了以后 我们两个住哪呀 难道还要回农村 住那破房子呀 我们也要为以后自己的生活考虑呀 就是 那房子呀 是我们为小宝留的 反正那房子 我们不会卖 闺女 你看这样行不行 让石头拿二十万 你们两个 一人拿五万 先把妈的手术给妈做了 什么 让我拿二十万 凭什么呀 妈 这我们呀 都是你的孩子 拿钱可以 我们三家呀 一家出十万 要不然的话 我一分都不拿 石头 别说你不同意 我们也不会同意的 这个钱啊 我们一分年也不会出 都让你出 什么 让我们出 你们一分都不拿 凭什么让我们出 行了小妹 别给他俩说那么多废话了 妈 你也看到了 不是你儿子和儿媳妇不孝顺 不拿钱给你看命 而是你这两个闺女 简直要是铁共计 一毛都不拔 既然如此 站在这说下去 也没什么意思了 小妹 咱们俩都走 石头 闺女 你没两个可不能不关我呀 妈 不是我没不管你 这都是你当初做出的选择 是啊妈 这当年 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们两个是外人 你指望你儿子给你养老的 现在好了 你生病了 你儿子不管你了 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外人也不会管你的 停电 走 闺女 闺女 这都是报应啊 我这个老太婆 自作自输呀 我本身 dabei一心